男孩发现他刚买的电脑似乎有一场 他连忙向刚用过电脑的姐姐询问情况 不料姐姐刚下载过软件 男孩吓得心慌意乱地跑回房间 匆忙在网上找到一款清理软件 并按照指示开始下载 经过30秒的扫描后 他才稍微松了口气 随后 他迅速起身锁好房门 拉上窗帘 坐在电脑前紧张地等待 还警惕地时不时听外面的动静 直到电脑页面变成粉红色后 他紧张地拿了一包纸巾 但男孩并没有发现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电脑的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三分钟后 男孩意犹未尽地纹了纹手上的余箱 最后清洗双手直至彻底无味 才从洗手间里出来 刚坐下就发现电脑收到一封匿名消息 男孩好奇地点开查看 里面的内容竟是 我们看到你的行为了 起初男孩并没有在意 误以为这只是有人发错了邮件 然而当对方发送了男孩房间的视频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被拍摄下来了 看着主角是自己的高清无码录像 男孩顿时赶到五雷轰顶头皮发麻 赶紧拿块橡皮 遮住了摄像头 然而 对方居然再次发给他邮件 威胁他说出自己的手机号码 否则将把刚刚偷拍他的视频 发给他身边所有人 男孩在这一刻陷入了崩溃 但为了保守自己见不得光的秘密 他只能屈从于对方的要求 他焦虑地等待神秘人的消息 这时手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 对方要求他开启定位服务 并且要一直保持电量充足 单纯的男孩以为对方只是想勒索钱财 但他并不知道 威胁在这一刻正悄然逼近 男孩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甚至开始认为整个房间都被监控着 失眠折磨了他整整一个夜晚 男孩变得憔悴不少 母亲还关心地问他是否生病 然而 他并没有告诉母亲发生的事情 随后他疲惫不堪地来到公司 敏感地觉得周围的目光都在盯着他 当他刚进更衣室里 突然又收到了神秘人发来的消息 里面还附带了一个定位 男孩解释自己正在工作不方便 不料再次遭到对方的警告 为了保住自己的脸面和隐私 男孩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他不得不听从对方的命令 踩着自行车急迟而去 很快到达了指定的地点 一个神秘的快递员出现在他眼前 男孩想询问包裹李庄的是什么 对方却直接拿出手机对他拍了张照片 然后解释这是寄件人的要求 快递员表示 只要男孩按照要求去做 对方就会放过他的 就在男孩不知所措时 神秘人再次发来了信息 在发送了箱子上的数字之后 对方又给他发来了一个定位 男孩即使百般抗拒 但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 他只能顺从 充当起送货的工作 他沿着指示行动 很快来到指定的酒店 然而 当他敲响房门后 里面的大叔却否认购买了任何东西 还警告男孩再不离开就会报警 这时 男孩的手机再次收到消息 按照上面的内容 他念出一个女人的名字 大叔立马打开了房门 他非常警惕地观察了四周 随后把男孩拉进了房间里 大叔误以为是自己妻子送来的蛋糕 可男孩不知道该如何向对方解释 他开始变得情绪激动 只好拿出自己手机给大叔看 正当大叔要质问 他为什么要服从安排时 大叔自己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后 立马表情凝重了起来 二话不说急忙进入洗手间 男孩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询问神秘人是否可以离开这里 却遭到了对方的反对 还要求他拍摄大叔的照片 见到大叔从洗手间出来 男孩也只能拿出手机 大叔此时非常焦躁 表示神秘人刚刚要求他们两个 要一起去执行一个任务 显而易见 大叔也被神秘人抓住了什么把柄 和男孩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 于是两人来到停车场 找到了对方指定的车辆 然而男孩并不会开车 只会开飞机 司机的角色自然由大叔来充当 两人开始沿着导航指引前往目的地 交谈间 男孩得知大叔因为在酒店狂欢一夜 收到神秘人的威胁 他本来拥有幸福的家庭 为了不被老婆发现 大叔如今只能听从神秘人安排 男孩感到非常后悔 他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大叔 他们原以为完成神秘人给的任务 就能让对方放过自己 但事实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可怕 车子行驶不久 大叔发现燃油将要耗尽 无奈之下只能驶向加油站 为了节省时间 他让男孩去里面结账 然而在排队等待的过程中 男孩不小心把钱包里的几个气球滑落 这一幕正好被一名女顾客看到 当男孩走出加油站时 发现那名女顾客在向大叔投诉 因为他误认为大叔是男孩的父亲 让大叔好好管教男孩 不料这东西居然是大叔的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大叔只好礼貌地把女顾客送回家 也因此改变了原定路线 很快 两人同时收到神秘人的警告消息 命令他们立刻掉头 但大叔担心女顾客会发现猫腻选择报警 大叔只好硬着头皮提高车速 在一阵逆行狂飙后 终于顺利将女顾客送回家 幸好 他们在规定时间内 到达了神秘人的指定地点 在他们一头雾水不知何去何从时 又收到了神秘人的消息 他们按照要求开始检查蛋糕 却从里面拿出了一把手枪 显然是要他们做一些违背祖宗的事情 与此同时 手机再次响起 看到这 他们终于意识到 对方的目标是前方的一家银行 他们就是来抢银行的 这可把男孩紧张到说不出话来了 大叔不等男孩反应 立马抢走了当司机的名额 他可不要抛头路面去做劫匪 而且还说了个男孩无法反驳的理由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在大叔不停地催促下 男孩只能硬着头皮走下了车 此刻的他紧张到无法呼吸 但为了保守秘密 他只好走进了这家银行 在小心地观察四周后 他毅然决然掏出了手枪 对惊恐的银行工作人员喊道 在男孩的不断催促下 工作人员被迫拿出了现金 此刻的男孩比任何人都更加紧张 甚至紧张到已经当场尿裤子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地完成了抢劫 两人匆匆离开现场 然而行驶不久 却遇到了前面在修路 为了不引起注意 他们也只能按兵不动 很快 他们就听到身后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 仿佛噩梦才刚刚开始 男孩感到不安 但此刻他别无选择 只能祈祷警方不会注意到他们 幸好这时绿灯亮起 警车从他们身边驶过 终于让两人松了口气 这时 神秘人再次发来信息 指引他们到一片荒野 对方告诉大叔必须销毁汽车 让男孩独自前去交付钱款 这波操作把两人给整猛了 虽然他们不明白对方的计划 但仍认为自己应该还是安全的 只要完成任务就能结束这场噩梦 于是 男孩独自踏上了旅程 进入一片荒凉的树林 按照导航的指示 他穿越茂密的枝叶 终于发现一个神秘的小伙 对方显然也很紧张 喝了一口82年的酒精 见男孩逼近 急忙示意他停下 然后从旁边的箱子里 拿出一架无人飞机 神秘人似乎是要进行神秘的直播 这时小伙走向男孩 问他是否拿到了搏斗的奖金 男孩对此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对话让他目瞪口呆 话音刚落 小伙开始脱衣服 很显然 小伙也不知道 何事才能结束 看着头顶的无人机 男孩感到崩溃 很快 两人同时收到了决斗的短信 必须有一方断气 才算结束 就当小伙准备冲上前时 男孩反手举起手枪 小伙当场傻眼了 好家伙不讲武德 他急忙请求男孩冷静一下 毕竟自己也只是被胁迫的 然而下一秒 男孩突然把枪指向自己 表达了自己不再愿意 受到威胁的态度 但他万万没想到 枪内竟然没有子弹 小伙也立马换了覆面孔 发疯式地冲向男孩 开始了一场生死搏斗 而无人机见证了这一切 另一边 大叔回到了家中 看着熟睡的女儿 他后悔不已 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当他以为一切 又回到从前时 神秘人再次发来信息 他误以为对方在嘲笑自己 然而当他打开卧室门时 发现妻子正在看电脑 对方居然没有遵守承诺 将所有的东西都发了出去 与此同时 男孩也拖着疲惫的身体 离开树林 显然 他成为了最终的圣者 可在回家路上时 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他的丑闻还是被曝光了 所有参与其中的人 都未能保守秘密 男孩再次收到信息 丑陋的头像 似乎在嘲笑每个人 电影在男孩惊恐的目光中结束 如果当初选择 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当你试图与骗子讲信用时 你已经成为他们手中的猎物